今天我們來了解一下 vivo公司在本月內將推出的一款產品 Vivo X30系列 在早前,Vivo X30的官方渲染圖就已經在網上傳出 並得到了確認 新品主要有加入了5G網絡 支持NSA、SA雙模,提供後置四攝 主打60倍超級變焦功能 並且使用的AMOLED屏幕刷新率也有提升 具體關於這款產品都有哪些特色和亮點 下面我們就一起來了解一下 現在vivo X30系列已經擁有了60倍超級變焦功能 因為我們已經發現 vivo官方預告視頻出現了關於宣傳60倍變焦的畫面 並且這也是即將發布後主打的功能特色 Vivo X30的60倍變焦是繼OPPO Reno10倍變焦版 之後提供60倍變焦的又一款產品 據介紹,Vivo X30將提供潛望式1300萬像素原色鏡頭 並可提供5倍光學變焦和60倍數字變焦支持 在機身背部,Vivo X30擁有後置四攝 在數拍後置三攝的右邊有顆鏡頭看起來極其明顯 並且它是採用了方形近視設計 考慮到其方形切口 則一定是用於超級變焦的潛望式攝像頭 它就是主要負責本次宣傳60倍變焦拍攝主打的功能特色 Vivo X30系列預計在本月底發布 推出的新頻有包括Vivo X30和X30 Pro 並且這兩款產品型號都支持5G網絡 屏幕上,Vivo X30和X30 Pro分別具有提供6.5英寸和6.89英寸的1080P屏幕 其屏幕材質為AMOLED面板 這可能是採用了三星的AMOLED挖孔屏 並且挖孔鏡頭孔鏡僅有2.98mm 整體俗稱新某屏 不過最終是否這樣設計,現在還不能百分之百確定 另外現在還據說 它們帶有屏下指紋解鎖和提供90Hz的屏幕刷新率 90Hz屏幕刷新率更準確的說 應該是在Pro版本才會出現 Vivo X30系列最終將由三星Exynos 980處理器進行驅動 這塊芯片主要是為其支持了5G網絡功能 並且它採用有8nm製造工藝 相比高通驍龍730G芯片 它的性能也有更大的優勢 在機身背部,根據Vivo公司已經放出的宣傳視頻 可見它的背部風格主要採用了戒別玻璃設計 和佈置不同的攝像頭 其中在左上角有一個垂直排列的32頭模塊 而第四個鏡頭與NLED閃光燈一起放在了它的右側 來自消息爆料稱 Vivo X30的後置試射規格包括 6400萬像素主鏡頭加800萬像素的超廣角鏡頭 加1300萬像素的長焦鏡頭和200萬像素微距鏡頭 而Vivo X30 Pro的後置試射則提供6400萬像素的主鏡頭 加1300萬像素的廣角鏡頭 加1300萬像素的長焦鏡頭 加1200萬像素的人像鏡頭拍攝 截至鏡頭預計這兩款型號都將配備3200萬像素的自拍鏡頭 並且支持夜景和人像模式 V1938T的Vivo手機已經通過了3C認證 它將配備33W的有限快充支持 這是Vivo X30 Pro的參數 有消息稱Vivo X30則提供僅為22.5W的快充 另外還有顯示 它們可能都為Vivo X30系列無忌 據說都支持雙模5G連接 最後Vivo X30系列出廠預裝機原佐10系統的Fortouch OS 9.1版本 它們還將支持NFC、USB Type-C接口 提供3.5mm耳機插孔,支持屏下只能解鎖 好了,今天的內容就這麼多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